推背图是一幅据称预言中国历史发展和世界未来的图画 也称太上感应片《神龙图》 它最早的传说可追溯到唐代 但目前所传的版本是明末清初流传下来的 是由无明事所绘 内容包括了从夏朝一直到明朝 以及未来几百年的世界历史 推背图的起源至今仍有争议 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明末清初某位道士所编造的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 但无论真实性如何 推背图至今仍有很高的关注度 推背图中包含了很多预言 其中一些与历史事实相符 比如马可波罗的西游记 推背图中预言有一位意大利人将穿越西域 看到丝绸之路上的文明 这与马可波罗的西游记中记载的情节相似 五四运动 推背图中预言有一位名叫陈独秀的人将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运动 而这个运动后来被证明是指的五四运动 然而也有一些预言与历史事实不符合 比如关于1980年代中国将会出现航天巨变的预言 虽然中国航天事业在这个时期有很大的发展 但没有达到预言中的程度 关于2012年的预言 推背图中预言在2012年会有一个重大的世界末日事件 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还有一些预言尚未得到验证 比如 推背图中预言美国会在2020年发生重大变故 这个预言尚未得到验证 推背图中预言在2033年 人类将发明一种能够实现时空穿越的技术 推背图中的预言有些与事实相符 有些则不尽如人意 还有一些尚未得到验证 然而 推背图仍然被一些人所追信 其神秘性和预言的吸引力 也是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之一 推背图中最广为人知的三个预言包括 少灵野渡和丙承事件 原文 八卦龙虎斗 少灵野渡奇遇 地轴一卦 兵甲龙变 螳螂捕蝉 丙承借兵 预言解释 这个预言据信预示了明朝末年的一些历史事件 比如崇祯皇帝在少灵野渡被逼自杀 地震等灾难 以及清朝在丙承之变中 借口南明不守盟约入侵南明的历史事件 预言结果 这个预言被认为在历史上部分成真 例如明朝末年的历史事件和地震的发生 但也有争议的地方 例如丙承之变是清朝入侵南明的一次战争 而推背图预言中描述的却是南明主动借兵 松鼠和长城外召魂事件 原文 大猪小猪落玉盘 江山设计寿天煞 一时扬升双鼓响 松鼠之乱又岂干 囊莹应学柳条心 长城外召魂之霍林 预言解释 这个预言被认为预示了中国清朝时期的历史事件 包括雍正年间的松鼠之乱和红成仇事件 预言结果 这个预言被认为在历史上部分成真 雍正年间的松鼠之乱确实发生了 而红成仇事件则不是所有历史学家都认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五湖四海街兄弟事件 原文 五湖四海街兄弟 轻松脆百万年轻 预言解释 这个预言被认为预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 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团结和谐的情景 预言结果 这个预言被认为在历史上部分成真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确实发生了 而预言中的五湖四海街兄弟解释为代表人民团结和谐 也可以看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种美好愿景 而这个愿景在现实中尚未完全实现 言都被广泛讨论和解读 但他们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仍然存在争议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预言只是对历史事件的一种后解释 而非对未来事件的真正预言 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预言是对历史和未来的混合 或者是纯粹的虚构和幻想 除了上述三个预言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预言也被认为和现实事件相符 例如推背图中的三月桃花岛上课预示了南海海战期间的军事行动 而七十二帝受冤预示了文革期间的历史事件 然而也有一些预言并未发生 例如推背图中关于鸟兽大战的描述和911事件的相似之处 这些预言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仍然存在争议 总的来说推背图作为一种古老的占卜和预言技术 既有其历史和文化的意义 也有其对未来的探索和想象 无论这些预言是否准确 他们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历史和未来的角度和方式 也让我们更加重视人类对自然和命运的理解和掌握